目前灾区受创严重的还有台18线的阿里山公路 从灾后到现在目前只能抢修到59公里处 还有18个村落对外交通全部中断 现在公路总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先抢通 让当地的民众能够脱困 因为当地的路况实在是太差了 就算修好之后是不是还会再断 没有人敢保证 比人还高的巨大石块就这样躺在阿里山公路上 这样的场景到处都是 就算能过也都是烂泥巴 每辆开过去的车子都要战战兢兢 莫拉克台风重创阿里山公路 从36公里处就只能单向通车 往前还走不到两公里 就得换走另一条小很多满是林匿的产业道路 要进出还只能靠四人传动车 而目前阿里山公路也只能通到59公里前的民隧道 这里是阿里山公路台18线59K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民隧道前面都是土石 而在往前200公尺的地方可以看到 路面已经完全被崩落的土石完全淹没 路基严重流失 然后车辆无法通行 民众也只能靠人力运捕的方式运捕物资 只能走路啊 现在只能走用走的啊 能被就是大家互相帮忙 这边现在也挺不坏的啊 不能拿很多啊 路不通也没电 居民生活相当不方便 目前阿里山乡还有18个村落对外交通中断 外头进不去 里面也出不来 为了抢时间 大型怪手和小山猫都从内外同时开挖 摊风下来 我们跑不出去 后来下面也在装 再住 我们上面也在住 这样工作比较快 不过路基流失实在太过严重 这段近百公尺的路面整个不见 抢修真的很困难 何时才能恢复抢通 会不会像中横公路一样 就算修好以后还是会继续断 公路总局不敢说 这个我们会找一些专家觉得再来研理啦 因为我们目前以抢救灾害为主要啦 先让这个民众脱困这样 这次逢灾是阿里山公路开通后 受创最严重的一次 整体恢复还没有时间表 公路总局说先抢通 让民众脱困才是当务之急 记者杨立文王维雄 嘉宜阿里山的采访报导